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乃至咱们现前一面心 咱们的心体本具足的一面的真心 不是现在你又团心 也不是你虚妄的妄实 这就是真实的 无相 无不相的这个 就叫什么呢 就叫实相 无相 不相就叫实相 所谓无相 无相就无所不相 无所不相就成实相 就是从至观 会观 还有无奈自 无奈自观 观一切法 只是一相 实相 无二实共 把这实相 观它穷尽 深尽 深尽了就 无不相的广大无边 这个就叫智慧海 观相而不被相帮你仿重 观相而不被相帮你执着 什么好看了 不好看了 丑的了 男的了 女的了 出生了 人了 地狱相了 魔鬼相了 所有一切相吧 这一相无字体的 所以成为 无字体它体是什么呢 实相 要能这样达到了目的 解脱了 这叫解脱门 可奈要大会天王 他建的一个 十相智慧海的 解脱门 是他证得的 不动光自在天王 得与众生 无边难乐 大方便定系统门 这个天王 他的智 不动智 在法自在 一切法自在 因为什么呢 他的光智 光即是智 智慧过 照一切法 得自在了 不一切法所居 方便定 方便定 是用的正的真实字了 而且的用 这个是说用上显的 有的天王 从礼体上显的 有的天王 从事上显的 就是肉上显 有的从线上显的 有的要在 自正方面显 有的要 度生的利他方面显 都不一定的 就显现他所 正的的景景 什么叫难乐呢 人说难吧 难呢 你没有什么危 没有恐怖 没有什么不危 心里非常难静的 就难 有不危了 就不难了 有恐怖了 那心里就不难了 由这个我想起 今天有位 到这看我的 一个比丘尼师父 他听着动静 心就跳得不得了 我说你太不难了 太不难了 为什么不难 他说听不到动静 有响声 特别还是夜间 那更厉害了 你的心里头 挂难没出调 妄想挂难的很多 谁人出家了 出家了好像离开四叔了 那心里头还想着 四叔的事 那是出家了 他本来是离了 他才离即不离 可不是体离即不离啊 离不离还挂念那些事 那一有响声 就牵涉到 他的心就不难 就换句话说 没离开难危 没离开恐怖 有恐怖感 人一天呢 要笑三次 多快乐一些 不要烦烦 找些个事来做 找些什么事呢 不是说你到外面去找事 你办不到 说你心里头 静在那攀缘 这个心是攀缘的 说想过去啊 因为这一个事 他会联想的 这是我们众生心的特点 看见花了 就联想到很多的事 看见水了 他要联想很多事 今天饭呢 或者不好了 不对他这么口味 他要联想很多事 联想他吃得好的时候 用这个心呢 心不能离 心不能离井 不能离开的这个 外边一些环境的井 因为他 他有恐怖 我们举例子说 他做些坏事 偷人家了 抢人家了 心里总不难呢 怕人抓他了 看见警察就害怕 警察来抓他来了 警察不见得 消灾他了 因为他心里 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 自己不难的心理 有那些坏事 那当然也有恐怖啊 我们作为道友 我所听到最多了 一开口啊 学了咱们这个 学了佛了之后 直到啊 这账道 原来是业 哎呀 我业障很重啊 我业障很重 这是经常说的 每位道友都说 自己业障重 那你让他把业障 拿出来 大家看一看 拿不出来 没有 业障什么样子 没有什么 业没有什么样子 没样子 怎么把你仗住呢 拿不出来 我给你举个例子 门关着锁上了 你出不去 就仗住了 这叫业啊 得了通了 你就出去了 管他锁不锁的 没仗乱 你得造业啊 造业才能出现 造什么业啊 造圣业啊 不是造哪业啊 造三业 一般的三业不行啊 就处理到啊 处事那三业 那三业一造了 那个那业没有了 心里的那个 藏那的业没有了 不藏那的业陷了 还是业啊 两种都是业 业有吗 佛告诉我 说业性本空 因净有 业性本来没有 哪有个业性啊 但是一有环境就有了 就有了 所以你心里不难 不难 这位五美为道 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入职 经常你心里胡言就不难 怎么不难的呢 外景 外面景气像是你心里不难 特别怀疑心重的 在母道友之间 经常发生这事 这个得离开 离了一些部位才叫难 如果你自己没离开 你怎么让人家难乐去啊 难乐不了 说这位天王啊 他自己以他的智慧 不登志不容易了 不登志 给众生难乐的方便 那离开了 离开了 微步了 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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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心里头啊 容易生起欢喜心 生起四月心 他见到什么境界 他不执着了 见什么境界都是愉快的 愉快的 这种功夫不容易的了 永远地看着 人家什么都四月他的身心 就叫随遇而难 遇到什么都产生快乐感 现在见佛 见佛的右身 办不到了 这是无佛时代 但是见佛的化身 见佛的像还是容易吗 不信佛的人当然也不容易 信佛的人是容易的 咱每天都见佛 见了佛了 有两种的利益 可以怀到两种 第一个就是难乐 第二个是烦恼不生了 不生烦恼 你得了病了 烦恼是昏烦恼 腦烂 心不难 定不了 人们是经常讲 心难 离得 这句话在一般人说是会说 什么叫离得呀 离得他们 得不当了 心呢 离得是得得妄心 难定 得了真心了 离得得真心了 那么美学佛法的 也没有两个心 也没有一个妄心 也没有一个真心 他根本不知道 就是心 心还多的呢 把它变成十八个呢 八个完了 还有五十一个心所呢 一个心所又发展好多 每一天不晓得产生好多念头 就这样 心里 那难了呢 没有了 他烦恼不生 这叫什么呢 就能得到定 佛的功德是无量的 我们见了佛了 见了佛了 就思想佛 观想佛 那你所得的快乐呀 就很多很多 又看你功力了 你进入到什么程度 这不是讲大方便吗 大方便定 佛能够加持闷 要么难乐 能难乐 难乐了呢 难乐了心就能定下来 难乐的越多 定的越多 这个难乐呢 就是什么 心定 心定 你身心都很快乐的时候 你容易得定 那你身心不难 你怎么